接著我們去廣州看看 廣州有座外形特別的大廈引起爭議 又駐廣州記者范樂恆說下原因 金色的玻璃外牆 配上圓形的設計 這座位於廣州方川南部的建築物 在珠江北岸工業區入面顯得特別耀眼 建築物造價10億元人民幣 曾經有網站評選它為中國十大最醜建築 最近就正式名名為廣州園大廈 你的老闆人那些吸金、吸銀紙的 那個圓形不好 做老闆給你做你說好不好 覺得很奇怪 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是奇怪 那裡面都空空的那裡面 搞到一個圓圓的那個環子站在那裡 廣州園大廈佔地15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就有20萬平方米 這裡將會成為廣東的塑料交易所中部 有學者就認為 建築物之間要互相配合 才會令人感覺順眼 我們也 也 也